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抢救街友大作战,传统农历年习俗,过年前要将自己打点的焕然一心来迎接新年,台中市警局第二分局文政派出所从本月日起,邀请三名据检法专长的热心民众与警察志工,共同为街友大改造,让他们能告别不修蝙蝠的邋遢样。 幻染一心后大家都嘖嘖称奇,原本的西里哥化身帅哥,街友纷纷说,原来自己也可以是型男,也可以这么帅。 中市警局第二分局文政派出所所长李国璋说,他于日前得知三名热心民众,想要帮我所依靠的街友礼法,好好整修仪容过好年。 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,立刻安排派出所后方空地,让这些热忱的民众能有适合的空间帮街友整理,以告别不修蝙蝠的邋遢模样。 果然,换上民众捐助的干净衣服,理了帅气整齐的发型。 每个街友都焕然一心,各个笑开怀,一扫平日灰头土脸的面容。 在街友进行改造时,志工妈妈也准备了热汤圆及饼干给街友,让街友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心及鼓励,意识到自己也有帅气的一面,能找回自信提起勇气,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也能为社会进行力。 李国璋强调,近来大力推广警民合力,警民合作不再直直现在协助办案与提供线索,现在已经扩大到运用各方资源,共同为社会上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处理。